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 侵入到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多头管理正出多门 不少的名刹古寺 并不是由宗教部门来管 有的是归旅游局 有的归园林局 有的归文物部门 还有的甚至是归所在地的村委会 你看看 这么多管家利益难以分配清除 于是就出现了宗教大台 经济畅戏的种种乱象 在这要我说 当寺庙都被承包出去了 那人们虔诚的信仰 也就被当做了买卖